不能说了 灯灯灭了 我爸最后非常客气 听完我说之后 那这样吧 以后啊 你爱怎么做怎么做 我就不管了 要不不行 咱们脱离父子关系也可以 现在 我爸不管了 现在不管了 挺高兴 高兴 开个心心 就可以 我爸不会 我爸我妈 不会上抖音 不会 因为他们不属于下沉用户 真的 可能啊 就说有一天呢 我会把有些事情写出来 就有一天 如果这拨孩子都 远走高飞了 是吧 我会把有些事写出来 挺有意思 我不是抱着什么料 我也没有谁黑料 我也不会伤害谁 我就写我自己 就我给你写一写 比如说我们 前天晚上 我们打关之前的 两点 深夜两点到五点 我在想什么 真的 有一天我会写出来 我在想什么 就为什么两点钟 大家散了 我五点钟才睡 我五点钟才睡 这三个小时 我在干什么 我在想什么 好吧 有一天 我会这个 把它写出来 是这样了 就说 有人说你做足球 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实话跟你讲 我从来没有 想过 我为中国足球 能做什么 从来没有 这只是在 坐着坐着的过程当中 我想也许将来 maybe perhaps 有可能 能做在什么 但是我从来 不是因为 我想为中国足球 做在什么 我才做的这个 我实话实说 最早 是因为 我们的公司快死了 没项目 眼瞧着就没了 我说还有最后一百万 我说干脆做轻训吧 为什么做轻训呢 是因为 我认为轻训是 没有版权 因为你 你做英超西甲 一甲得甲法甲 你做中超 是有版权的 你相当于 你是用着人的版权 你自己做内容 人家有一天 只要一查 你就给你下架 一查 你就给你下架 有人说是为了钱啊 还真不是 钱 我有 因为我的生活 没有那么复杂 我也没有那么高的 目标要求 我从94年开始就挣钱 我96年月薪就两三万 我97年在精品购物指南 我工资就九千多 奖金一万四 我99年开始 你一个月的稿费就五万多 稿费 因为我写的多 足球报 体南州报 南方体育 球报 球迷报 所以不是 钱是你缺 我不缺 是你缺 你为钱 我理解 我不为钱 我十五年前 十年前 我一天做四档节目 我一天做四档节目 有的是主持 有的是嘉宾 四档节目 我是拿命换来的钱 知道吗 我是靠透支换来的钱 我现在呢 我有这钱 我就开始找我自己人生 找我自己人生最后的 开心幸福挑战意义价值 和回忆 我们每个人最后都有弥留之际 甭管你活六十还是活一百 你总有一天 你将告别这个世界 那个时候 靠什么来度过残年呢 靠回忆 你得让自己有回忆的 2017年 我带着孙晨熙万象李显文 黄宇超 去英国 去老特拉夫德 去 安菲尔德 2018年 我带着这些孩子去英国 在狼队的主场 三万人面前踢球 2018年年底 我带着他们打拉玛西亚 2019年4月 我带着他们打黄马 2019年6月 我带着他们盈利物谱 2017年到2022年 这五年 我全胜 我他妈赢所有梯队 2022年 一年前被网报 三四亿人骂我 哎 失败了 失败 怎么那么这么硬 这么干呢 干是吧 是不是应该喷点水 刷点油什么的呀 但是很甜 我刚才尝了一下 我觉得 只要是好吃 只要是好吃的东西 能吃就这样 2023年 今天2022年 2022年的 9月份 我吃上了 班尼家的红薯 这就是回忆 可以吗 真甜 挺好吃 挺好吃 怎么样 第三方箭 你看 不是 你这也太 简单了 直接开个刀就行了 刚开始没开刀 因为感觉 它那心 永远是硬的 我才看了一个 好 来吧 青岛的红薯 青岛的红薯 下单吧 健康减肥 甜 香 蒸鱼吃的肯定 皮都能吃 香 这是后来干着干着 才发现 有可能 咱们连线 吴探 让他以第三方视角评论一下 试运会吗 决赛 吴探敢说吗 不行 吴志鹏因为他是 国安队队员的家属 他不敢说 他们有规定 肯定不行 敢评论比赛的只有左小将 家长可以 职业机队是不行的 我这人气太高了 不行 我这气人 我这因为 就吃红薯了 所以人就少了 小廖爸爸 小廖爸爸不怎么懂球 所以你别连他 老邝呢 自认为懂球 所以也别连他 亮子呢 可能没看 如果亮子看完了比赛 我可以连亮子 你们问问亮子看比赛了吗 可能没有 因为今天我刚给他发过 发过去这个比赛的录像 如果徐亮指导看完了 我可以连 灰子呢 是看比赛可以睡着的 灰子 就那边打清超 有人说那enough 因为你是没有刘凯元 我告诉你 如果场上有刘凯元 灰子会更早的睡着 首东 首东现在是广州民徒 唯一指定 这个 唯一指定球迷 谁笑 谁 谁笑刚才 刚才那笑声挺好 能录下来吗 亮子不在线啊 那是 刚才那是不是像音效 讲点正经的 欢迎下单 这是最正经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